加入麵粉 蛋白 蛋黄 再把一顆顆小貝擠上烤盤 送進烤箱 在高溫的烘焙下 小貝蓬鬆又柔軟 整個房間都是香甜的幸福味道 老闆曾在上海工作多年 透過當時的女友 在那裡第一次認識到小貝 那時候在上海工作 然後在那邊認識他 然後就彈我旁邊瞇一下 然後嘴裡就叨叨著說 好像吃小貝 買回來吃 然後我自己一吃就愛上這樣 因為我很多客人 他也都是有在大陸吃到 然後在台灣找不到 我在開店之前 其實我就跑了很多店 就是有在做小貝的店 我去吃完之後 跟我自己想做的成品 有很大的落差 很大的不一樣 台灣自己模仿 會有很多的想法 就是我要多添加什麼 我要添加什麼 但這都很正常 大家會有想要創新 可是我只是把我記憶中 美味的味道給找出來 將小貝一顆顆塗上 老闆獨門秘製的奶醬 在裹滿老闆嘗試過二十幾種 才找到的完美肉鬆 口感鬆軟 香氣四溢的小貝 是老闆花了兩年多 才研發出的黃金比例 今天介紹一下我們的招牌 是原味小貝跟海苔小貝 海苔小貝是我們的人氣的 算是第一名 它吃起來口感會是 外面吃起來脆脆的 然後又有蛋糕的柔軟 所以吃起來蠻特別的 老闆從事餐飲業二十年 手工蛋塔也是他的拿手絕果 香脆的餅皮甜而不膩的黑糖麻薯 使這裡的蛋塔更為精緻 算是我比較拿手的蛋塔 以前光捏這個就捏了幾萬顆吧 對它蠻有一種情懷的 所以有做它這樣 它吃起來這個比較特別是 外面是脆的 外面有時候吃到會是皮有點軟掉 對我們做的是比較脆的那個皮這樣 看似不起眼的小巧小貝 是老闆和過去感情的連結物 他在疫情期間從上海回到台灣 與當時的女友分隔兩地 加上工作繁忙使兩人奔到揚鑣 這也是他開這間店的原因 那時候在台灣就想說 如果把他帶來台灣能夠做什麼 我想說不然就是做小貝也不錯 就是他喜歡我也喜歡 都是共同的專業 他也是做這個專業這樣 可是這三年 三年其實我們也是溝通了很多次 就是每天講話很崩潰 我自己聽的也是 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那崩潰的情緒對我來說是 我覺得對我男生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 對他一個虧欠吧 對啊 然後後來我還是想要把這件事情 給完成這樣 守護著這份約定 老闆砸下累積多年的全部身家 開了這間小貝店 除了是提醒自己永遠不要後悔 也想將美好的味道分享給更多人 鹹香滋味的綿密小貝 飽含著對人生的全新體悟 在巷弄裡開始飄香 我覺得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 我會更早的過去 或許根本就不會有什麼 還是分手啦 可是我覺得我有做到什麼 因為我的題材上面有寫一段話 那段話叫做 心有所想 目有所望 就勇敢的追尋吧 即便會是一場空 也不要讓自己後悔 那成立這家店的衝動一個情緒 就是對我來說 這句話很重要 就是不要讓自己後悔 我也想要傳達一件事情 就是人生不要後悔